诸位好,我是佩音君小李 上期讲到陆林君离开了根据地 兵分两路,最后会施于随限 让我们先把起义君的事情放一放 了解一下身在几十里外的主角刘秀在做什么 刘秀的祖上是汉景帝第六子 长沙顶王刘发 刘发生了刘雍和刘买 刘雍继承了刘发的王位 得以于推恩岭 刘买则被封为冲林侯 又生了刘雄渠和刘外 刘雄渠得到了冲林侯的爵位 刘外则做了一任御林太守 他有一个儿子刘回 曾观至去路都尉 刘回也就是刘秀的大父 刘回又生了三个儿子 刘亲、刘良和刘兮 刘亲就是刘尹、刘仲、刘秀、刘黄、刘元、刘伯基的父亲 观至济阳、南顿县令 刘秀的母亲则是南阳三老樊虫的女儿 这个樊虫和赤梅君三老樊虫读音相同 但并非是同一个人 刘秀的父亲早逝 他们三个兄弟和三个姐妹被叔父刘良养大 刘良对兄弟姐妹六人很好 另一位叔父刘希也与他们十分亲善 二姐刘元又结了一门好亲事 嫁给了南阳豪族邓家的子弟邓辰 其实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 因为吞恩岭、汉氏宗亲手中的权柄日渐衰微 刘秀族上的官职也越来越小 但是这个群体却开枝散叶 人数日益增多 与地方豪强都有所勾连 刘秀在少年时期勤于架墙 每天都去种田 而他的大哥刘尹则不是生产 整天与游侠豪强私混 诶等等 这个场面好像似曾相识 这不是汉太祖和他二哥的翻版吗 我们能想到的 刘尹自然也能想到 于是他常自比于汉太祖高皇帝刘邦 调笑刘秀说他是只知道种田的歹王刘喜 不得不说 真是利得一首好flag 时间逐渐推移到天缝年间 刘秀在全国盗贼四起的时候 独自跑到长安去读大学 19岁的他一边学上书 一边和摄友吹牛打屁 上到朝政 下到市井八卦 刘秀都很感兴趣 总是打听消息讲给摄友听 男生寝室的话题 当然永远都少不了理想和妹子 示唤当作执金语 许妻当得殷里华 就是这时连驴都买不起的 穷小伙刘秀的彼生追求 不过这里吐槽一下 刘秀是19到24岁在长安读书的 而殷里华比他小10岁 所以说当时殷里华最多 也才14岁 在大学毕业后 布衣刘秀继续公耕于南洋 而他的大哥刘尹 则像他先祖刘邦一样 做着街溜子 这个大有前途的工作 有一次刘尹刘秀 同姐夫邓辰等人一起吃饭 席间有一位名叫蔡少公的人 学过图称 说刘秀应当做天子 大家就问 是当朝的国师公刘秀吗 而我们的主角则开玩笑道 你们怎么知道就不是我呢 席间的人都大笑 空气中充满了快活的气息 唯独邓辰上了心 地缘三年 局势越发糜烂 下江 新士兵将战火烧到了 距离南洋只有几十里的随县 整个南洋郡都骚动起来 渊成有豪族名叫李通 和他好事的堂弟李毅 一起商量对策 两兄弟都认为天下苦心莽久矣 人心思汗 恰巧当时流传着一条谶语 说刘氏会在李氏的帮助下复兴 于是他们便将目光投向了素有贤明的刘尹 刘秀兄弟身上 正好刘秀在冤城卖骨子 李通就让李毅把刘秀邀请到家中 因为刘尹曾经杀死过李通的同母包兄公孙陈 至于为什么他姓李 他亲哥姓公孙就不知道了 旱记就是这么写的 有哪位好奇的可以过个百八十年去问问 记得到时候托梦告诉我答案就好 扯远了 因为刘尹杀死了李通的哥哥 所以刘秀害怕报复不想去 李毅诚恳地表示他们并非想来寻仇 而是另有钥匙 想到大哥刘尹的理想 于是刘秀就冒着风险 怀揣着匕首到了李家 如李毅所说 李通并没有敌意 三人相谈甚欢 李通将造反的意图说给刘秀 刘秀听了 盲问 你的父亲还在长安做官 要怎么安排呢 李通回答说 我已经安排好了 又把趁雨告知了刘秀 要奉他为主 一同起义 刘秀起初不在意 后来想到大哥刘尹 必然是有启示的念头 于是就答应了李通 一同举事 他们计划在立秋当天 让李通在渊城 趁着新军检阅骑兵武士时 执行斩首计划 劫持前队大夫 真父和处政梁秋刺 然后发号施令 聚众起义 李毅与刘秀则计划回到冲林起兵 响应李通 可惜起义还没开始 事情便败露了 刘秀 李通 李毅在渊城的仓促起兵失败 李通连夜逃亡 李家在长安 渊城的家属尽数被杀 他之前对家人的安排 并没有起到效用 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壮烈的小故事 很能体现两汉时期的意气和社会风貌 如果各位感兴趣 就在弹幕里打一 我们看一期翻外来讲 在渊城起义失败后 刘秀一路潜逃回冲林 这时他的长兄刘尹和姐夫邓辰 已经在帝元三年十月举兵造反 居中七八千人 在刚开始起兵的时候 各家子弟都害怕新潮的清算报复 一个个都很恐惧 到处逃亡躲避 都说刘尹简直害死他们了 结果这些人看到刘秀 也穿着红色的衣服和大罐帽 都惊呼道 原来老实人也造反了呀 众人才逐渐安下心来 其实各家子弟也未必都是真心相随 有一部分也是被逼无奈 知道与刘尹刘秀牵扯很深 若失败必被牵连 才不得不同他们一起造反 比如说叔父刘良 在他得知兄弟二人造反后十分生气 但也不得不举家跟随 刘尹派遣族人刘家作为使者 去联系新世 平陵兵王匡陈牧等人 和军而进 一起向西攻打长距 刘秀骑着牛跟随 直到斩杀了新野县位 他才获得了马匹 起义军又进途堂子乡 再杀掉胡阳卫 可是这时军中却差点爆发内讧 新世 平陵兵认为奋道的财务不均 十分愤恨 想要反攻刘氏 刘秀赶紧把纵人所得到的财务 全部分了出去 大家才又高兴起来 一同攻克了吉阳 其实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 所谓的联军只是有着同样外敌 所以才被迫联合的整体 结构松散 领出多门 军机败坏 摩擦不断 而且在帮扶同乡 为政治正确的东汉 图唐子乡 应该并非刘尹刘秀所作的决定 刘家也只能控制一同起兵的 南洋豪族和刘氏子弟 而无法控制平陵兵和新士兵 在攻克吉阳之后 齐一军又想进攻渊城 行军到小长安这个地方时 遇到刘前队大夫真妇 淑政梁秋刺率领的官军 斩首计划失败而产生的后患 不期而至 当时天有大物 齐一军大败 刘秀的姐姐 等臣的妻子刘元 二哥刘仲 抚养他长大的叔母 与他一起长大的两个堂兄弟 他的三个侄女 以及几十个刘氏族人都被杀害 刘尹刘秀兄弟 失去了大量可以信任托付的亲族 也为之后的变故 埋下了祸根 之后刘尹收罗拜兵 重新退守吉阳 而官军则乘胜追击 把资重留在兰乡 引金兵十万 南渡黄醇水 靠近鼻水 效仿项羽 把后面的桥梁撤掉 表示绝不后退 新士兵和平林兵 看到刘氏的汉军连败好几次 而官军势大 就想一哄而散 各自逃命 刘尹十分苦闷 听闻下江兵在宜秋 就带着刘秀和李通 一同跑去下江兵的军营 下江兵将领成丹 张昂等人攻推王长 与刘尹刘秀见面 刘尹刘秀立刻发动了 老刘家的被动技能 王长很快折服于 两人的魅力之下 愿以尊刘氏为真主 自己伏必 以成就大功 王长回到军营后 将自己的想法 告诉了成丹张昂 成丹张昂都表示反对 认为大丈夫既然起事 当以自己为主 何必受别人制约呢 王长立刻劝道 以前成帝 埃迪没有后四 所以王莽才趁机篡位 虽然得到了天下 但政令苛刻残酷 逐渐失去了民心 因为百姓日夜思汗 所以我们才得以启示 那种百姓怨恨的 天就会灭掉它 百姓思念的 天就会给予 举大事的人 必须下顺民心 上河天意 才能够成功 如果依仗一时之勇 放纵自己的欲望 虽得了天下 必定还是要失去的 以秦皇项羽的势力 都会倾富一灭 何况今天是平民 相聚于草泽之中呢 这样下去 无异于自取灭亡 现在南洋流姓 举足起兵 看他们来议事的 都有深谋远虑 使王公之才 与他们合并 必成大公 这是上天在保佑我们呢 夏将军诸将 虽然绝将 却少见识 但是素来尊敬王长 都感谢说 没有王将军 我们这般人 差点陷于不义 愿恭敬受教 于是夏将军 便与汉军及新士 平邻兵合在一起 逐步齐心同立 士气旺盛 刘尹剑壮 大雁军士 设立盟约 让兵士休息三天 分为六部 在更始元年的正月初一 夜袭夺取了蓝香 缴获了全部资重 到清晨 汉军自西南攻击真副 下将兵自东南 攻击梁秋辞 到时时 梁秋辞兵阵溃败 真副军望剑 也跟着逃散 汉军急追 真副军退却 被阻在黄春水边 无桥可堵 无处可退 连同主将真副和梁秋辞 官军被斩首逆死 两万多人 王莽军中纳言将军 颜游 至宗将军陈茂 听说真副梁秋辞兵败 准备聚守冤城 刘尹则陈兵士 烧掉积聚的物资 打破烧饭的辅赠 击鼓前进 与颜游 陈茂相遇于御阳 起义军 大破官军 斩首三千余击 颜游 陈茂 弃军逃走 刘尹于世禁为渊城 自号驻天大将军 自从真副梁秋辞死后 百姓每天都有人来投奔 多至十多万人 在刘尹为渊城之前 青州和徐州一带的起义军 虽然有几十万人 但是一直没有文书 号令 旗帜 以及军队组织 但有了刘尹这个出头鸟之后 大家都自称将军 进攻城市 夺取土地 传递文书 声讨往往的罪恶 往往听到这些 大为阵恐 悬赏能除掉刘尹者 十亿五万户 黄金十万斤 为封上宫 并让长安城中官署 及天下相庭 都画刘尹像 在门侧堂上 要求官员 每天早晨上班前 都要以剑撤像 在取得了接连的胜利后 起义军诸将 开始讨论 立哪位刘氏为首 南阳郡的豪杰和王长 都归心于刘尹 而新市军 平邻军的将帅们 乐于放纵 害怕刘尹的威严 想离一个软弱的汉氏宗亲 这时 已是打酱油的冲林侯 刘雄渠的后人 刘尹的族兄刘璇 就进入到他们的视线中 刘璇素来软弱 是个傀儡的好人选 于是新市军和平邻军诸将 事先共同策划 立刘璇为圣公 随后派人召集刘尹 告知其讨论结果 刘尹说 各位将军想立刘氏宗室 其得深厚 然而依毙人的余剑 这样做很不妥当 现在赤梅在青州 徐州起兵 拥有数十万人 听说南洋这里立了宗室 恐怕赤梅也会拥立一个 这样一来 必将发生内部争斗 现在王莽还没有灭掉 而乙军内部互相攻击 在损害我们权威的同时 也会使天下百姓怀疑 这不是攻破王莽的好办法 而且首先起义的畅号称帝 很少有成功的 陈胜向吉就是事实 冲林离元城只有三百里 还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 就成为了重视之地 其他后来人也有机会 利用我们的疲蔽 称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不如我们现在暂且称王 以发号施令 如果赤梅所立的是个明军 我们可以前往相从 如果没有力 攻破王莽破祥赤梅后 再举行尊号 也不委婉 愿各位详细考虑 主将难以反驳 都表示同意 可是变故突生 曾经支持过刘尹的 下将军将军张昂 突然拔剑基地说 做事多疑 一定不能成功 今天的决定 不得有人反对 平陵兵和新士兵见下将军 有重量级人物支持自己 于是立刻支持刘璇 即皇位 刘璇登基后羞愧流汉 举手不能言 随后拜刘良为国三老 王匡为定国上宫 王凤为成国上宫 朱伟为大司马 刘尹为大司徒 陈牧为大司空 刘秀为太常偏将军 支持刘尹刘秀的南洋豪杰 对这个结果都感到不愤和失望 刘尹和刘秀 对异军的控制力也大大下降 更始元年三月 刘秀与王凤 王长 宗挑 李毅等将领一起攻打 昆杨 定陵 衍城 攻下了城池 并获得了很多牛马财物 以及数十万户的粮草 都转运到围困渊城的 起异军主力那里 而与此同时 王王则命令大司徒王巡 大司空王毅 将兵百万 家世四十二万人 在公元二十三年的五月 达到了尹川 汇合了盐游 陈茂的部队 气势汹汹的 向起异军的桥头堡 昆杨扑来 敌众我寡 这看起来 似乎是一场 没有悬念的较量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原创不易 希望观众老爷 多提意见 多点赞投币 下一期 我们会详细讲述 昆杨之战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